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要来追这个洗钱的怡云 那么这个行政院已经指示成立 由法务部长领军组成一个跨部会的小组 全面来清查这陈水炳一家人 不管是在洗钱方面或者是二次金改的弊案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超级整合 那么包括从特征组到精简局 外交部 财政部以及新加坡这个驻台代表 那么最主要来了解这里面的账户呢 到底资金的流向跟来源 整个跨部会的小组在今天呢 第一次那么是这个开了这个分工会议 那么全案是分三个阶段来进行 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在三天之内完成所有资料的会证 行政院宣誓要跨部会侦办前任元首涉及洗钱案 分三阶段征调要在三天内会证完毕 这时府院就得来个大平图 第一场跨部会会议 外汇局负责提列贬家资金进出国外的记录和金额 金管会清查二次金改小银行并吞大银行是否衍生弊案 财政部得还原贬家在国内的资金和证券交易情形 由于洗钱交易涉及国外银行 外交部得出面协商境外协助 包括瑞士 美国和新加坡 其中新加坡驻台代表罗家良还主动参与台湾检调的专案会议 代表跟副代表都在开会 全体管员都在开会 在开什么样的会呢 我不晓得 说不晓得就是不能说的意思 这是继巴扭案之后台新两国第二度司法合作 而办的人就是前国家元首 特征组得跨部会外加跨国追洗钱 中间新闻刘慧金台报道